歡迎各位來到法虎山參加我們這個心靈講座 第一次到法虎山的 再來到我們參與我們這個心靈講座的舉手 希望大家來到這裡先放鬆一下身心 大家請把眼睛閉起來 然後就感受到你的呼吸 感受到身體的放鬆的感覺 好 好 各位慢慢地把眼睛張開 今天我們大家非常地有頭暴 然後呢 來到了我們法虎山六樓 大家知道這個是六樓的什麼樣的講堂嗎 無盡講堂 那麼各位 所以這個緣分音源非常地巧合 我們有三位 是文化創意工作室 他們三個姐妹 所以呢今天非常地高興邀請三個姐妹 那我先分享一下 我在一個多月前 我在新竹的一個樂界所 然後呢我跟那裡的 我們的一些獸行人 然後我那天談到的一個主題是 心安就有平安 那我那天的破庭呢 就是跟大家談到的一個就是 開始的時候我談到我是誰 那 我那時候就談到就是 我看到我 我是來到那裡 跟大家分享的講師 那麼我離開那裡 我就是回家 就是孩子的媽媽 那我在職場 那也是職場 他們都叫我中姐 所以呢 我說那我是誰呢 所以我的角色很多 那我也是 從小出生那個baby的我 那也是 我即將老去 我可能死亡的我 所以呢 我裡面好多身份 那麼我裡面有 好多好多的故事 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一個非常特殊不同 每一個人都有 自己非常獨特的一個生命 沒有一個人是另外的 所以我們今天 非常高興 非常榮幸地邀請到 吳氏三姐妹 大姐 這是吳氏三姐妹的大姐 小慧 對不起 然後這是二姐 然後小珍 然後三姐 珍妹 小柔 那麼今天 我們三個姐妹 來到我們這裡 來到我們這個無盡講堂 無盡講堂 然後來跟我們談 好多好多生命的故事 那我想我待會兒就把 我們的主持棒 我們的所有的分享 就交給我們這三個姐妹 來跟我們分享 好 那就請你們開始 謝謝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晚安 我覺得在親這個 分享這個生命課題開始 我覺得大家可以先放輕鬆 那如果你要準備衛生紙 也沒有問題 你就拿在手上 對 因為待會兒的 這短短的兩個小時裡面 我們就是把陪媽媽走過生命 最獲得的三個月的一個過程 來跟大家分享 可能有歡笑 也會有類似 對 那大家就是自在 然後放輕鬆的 來一起跟我們度過這兩個小時 那其實在開始跟大家分享這個 微笑告別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工作室 其實我們工作室主要就是茶跟花 比方說在一個空間裡面 我們會把花的人數帶進去布置 那把軟體的這個茶文化也帶進去 那所以我們工作室 做了很多的空間的布置 到底有茶會啊 婚禮啊 婚宴 那當然也有辦商禮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說 我們工作室辦的第一場告別式 居然就是自己媽媽的告別式 對 那怎麼樣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呢 辦每一場 來參加人印象都很深刻的告別式 待會會放影片給大家 那其實我們三個姐妹呢 很喜歡去旅行 那每個人都有一個 我們就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每個人呢給自己兩年的時間 那自己背著包包去旅行 所以呢當我們要背著包包去旅行的時候 我們常常是要告別我們熟悉的生活方式 比方說告別我們在台灣的工作 然後告別我們認識的朋友 因為我要去旅行兩年的時間 不一定會再碰面吧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我要不斷的跟我的朋友說再見 那比方說我到新的國家了 我可能好不會去認識的這個城市 認識的新的朋友 但是我又到了另外一個地點的時候呢 我又要不斷的再跟我剛認識的朋友說再見 然後也要跟自己剛認識的城市說再見 也要跟自己剛認識的這個國家說再見 所以我一直認為 我們三姐妹很瀟灑 很容易放下 很容易輕而易舉的 向所有的朋友道別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說 當我們真正遇到 要向自己最愛的家人告別的時候 原來是這麼樣子的 我記得曾經有一個法師跟我們分享 他說你平常有打坐的話 假設你有十分的功力 那你下坐的時候在日常生活呢 你只剩下一分的功力 那如果說你平常呢 在日常生活中呢 你有十分的功力 等到你會往生的時候呢 那個只剩一分的功力 但是根據我總統 面對到媽媽這個生病 走過來的這個經驗 我發現是一分多不剩 我發現以前學的 然後以前聽到了我的觀念 我發現當我知道媽媽生病 而且只剩下三個月的那一刻 我發現那個老師講 以前看了所有的書 那也是看了所有的經典 在那一刻我覺得我完全使不上力 然後那一陣子的時間呢 我的生活裡面只有苦這一個字 對那在這個 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不是像大家覺得說 你一開始就可以很自在的 跟媽媽告別 所以我想讓大家先來看一段影片 就是當我們三姐妹 留心回來之後 那老天人給我們一個 什麼樣的考驗 水放題 水放在這一個 水放在這一個 水放在這山上 5公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生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可是在那个年纪呢 其实没有人可以解答我的答案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要去问谁 因为学校同学也没有人在讨论这个事情 那我如果问姐姐 她就觉得这个朋友好像很乖 可是问妈妈呢 我妈又会觉得 你这小朋友是不是吃错药了 可是我发现 这个问题一直放在我的心中 它其实是我 那个年纪呢最大的恐惧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爸爸妈妈她死掉之后到底去哪里 那我死了之后 我又到底去哪里 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放在我心上 所以我只要想到这件事情呢 我会觉得很想哭 而且觉得很恐惧 但是当我们真的陪妈妈走过最后一段之后 我才发现说 原来小时候最害怕的事情 他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陪妈妈走过这一段 那我记得 其实每一个人 当我们出生的时候呢 其实妈妈都是用笑脸迎接我们 那为什么 当我们这一次要送妈妈到下一个生命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微笑给送着妈妈离开 因为其实这是自然生命循环的过程 如果说这真的是过程的话 那为什么不让这个过程 这个timing 这个moment让它更美好一点 如果每个人都一定 不是如果 是一定 每个人一定有生一定也会有死 那如果说今天这一生 是我两个见面的最后一次 为什么我要哭上的脸送着脸离开 为什么我就不然很自在的又回笑 向妈妈的告诡 那现在回想起妈妈往生的那一天 其实如果给她一个颜色的话 我给她一个粉红色 而且是粉红色的爱心 因为那一天的整个过程 我觉得其实我被抚慰 原来那一天陪妈妈走过她生命中 最后一刻的时候 我觉得她已经解开了我小时候的一刻 对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哇 原来生命是这么样的美好 这么样的可惠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在那步行间 所以当你一口气不过来的时候 你这个生命就结束了 那我以前常常很多人会说 你要活在当下 要把我当下 要活在这一刻 可是我没有很深的感觉 可是当我亲眼看着妈妈她吸气 吐气 然后到最后她吐气之后 没有再吸气进去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哇 那一刻好珍贵 其实生命中的每一刻不是都很珍贵吗 现在每一个人的呼吸 它也是非常的珍贵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这呼吸就是这样长变放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可以跟你讲 它真的很了不起 当我一口气过来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 你完全就要下一个生命去 所以我才想说 哇 如果妈妈 陪伴她左部的这一段 我觉得很温暖 那很多人会说 你们家应该是同教家庭 所以才会这么的淡定 这么的自在 才会有办法跟妈妈走过 最后面的这一段 但是呢 我要跟你讲 刚好相反 那其实呢 我为什么会给她一个粉红色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说 死亡并不可怕 因为我真的走过 我觉得看着妈妈死亡的那一刻 我没有多相似觉得很平静 然后我觉得她这件事情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当无常来 我们没有准备 重点是我们没有准备一件事情 那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我也是到妈妈往生前一个礼拜 我们全家人才做好准备 所以当我们知道妈妈生病 到往生的这两个半月呢 其实非常的苦 那一种苦呢 我那种苦 如果我觉得那个是 已经是很难去承受的那一种 那一种力量 其实我为什么要讲说 我们没有准备呢 其实重点是 其实在妈妈往生的时候 知道她生病 知道她生病的时候 其实往生这件事情 就那么一刻而已 往生 其实从妈妈的生病到往生 其实呢 中间前面这一段 我们已经陪妈妈走过了 很傻的一段 屁股 怎么样 帮助她扑过这个难题 可是呢 真正要往生死亡这件事情 她就那么一刻 就在那个呼吸间 但是呢 比方说我们家人 要怎么样帮妈妈 办这个告别式 怎么样让妈妈的亲戚跟朋友 去知道这件事情 那 而报完告别式之后呢 我们又要和爸爸 如何可以正常的生活 其实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过程 那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才有这个机会 来站在这边跟大家 稍微分享一下说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经过 那样子 那我 大家一定很好奇 好 那你说 如何做到微笑告别 那其实我待会会分享说 我们跟妈妈走过 她生病陪她走过的这一段 还有说 当妈妈往生的时候 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那以及说 往生之后呢 告别式 我们怎么去让她更圆满 那之后呢 就是生者 活着的人 怎么样继续生活 那 因为我怕大家待会会睡着 所以呢 我觉得我先把重点 先该讲的先讲好 如果做到微笑告别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双方要接受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如果当你不接受的话 你后面什么生前告别啊 什么签署那个不急救 那些都别讲了 因为你根本没有接受 你的亲人要死亡这件事情 对 然后如果你只做到说 双方接受了 生前告别 你才有办法继续到下一步 那为什么说生前告别 这件事情很重要 你看你该讲的都讲 该交代的事情也交代 那如果这个是生命自然循环的一部分 请问还有什么事情放得下 该讲的都讲啦 该钥匙放哪里也都讲啦 帐号密码都讲了 然后还有什么放得下的呢 但是呢 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千属帝恩 就是不急救 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好 假设我们今天呢 我都接受妈妈要离开了 妈妈也接受她自己要离开了 然后呢 该讲也都讲了 该做也都做了 然后我最后不是陪她妈妈吗 然后看着妈妈吐出最后一口气吗 然后给她一个微笑 可是这时候呢 你如果没有签署 放弃这个急救治疗的时候 很有可能 妈妈就是在急诊室 在电机中放生 就你们有没有印象中 我们很常看电视 然后电视不是会有 有一个急诊室的灯是亮着吗 然后后来灯暗了之后 医生走出来然后摇头 然后家人就痛腐 其实这个就是 往生者其实在急救的过程中离开的 所以我们家人并没有办法的 好好地在旁边陪这个亲属去走最后一段 那这个很重要我要讲是因为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有签署了这个不放弃 就是放弃急救那样子 那其实在签的这个过程 其实心里很纠结 因为我们东方人的个性是觉得 如果签署这个不急救 好像就是要放弃他的意思 好像我很残忍 所以在签这个我觉得 如果可以签的话 大家自己先签好了不过 因为这个要加人去签的话 其实要很大难 也不气也很回难 那我印象很深刻是 当我们同意都签署这个 放弃急救治疗的时候是 那医生就问 我就刚签完而已喔 然后医生就问我说 因为你妈妈待会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 那我突然认了一下 对啊 因为有状况是什么 然后医生就说 你刚刚不是已经签了放弃急救治疗吗 所以我才发现说 哇你不止全家人要有共识 去做这个事情以外 每一个人的心念要很坚定 因为常常我有听过一个例子 有一个朋友 那他的爸爸也即将往生的时候 就跟他的太太跟女儿讲说 待会不要急救了 你就让我自自然而的离开吧 所以后来 那他快往生的时候 我朋友的哥哥他就突然出现 但是因为这位爸爸 他没有签署这个放弃急救治疗的通议书 所以当医生问说 要不要急救呢 哥哥突然说请救他 那这个时候 医生就回答 我到底要不要救 可是不救的话呢 就会有发生很多的医疗纠纷 因为已经往生的人并不会告你 但是活着的人会告你说 为什么你见死不救 所以这会产生很多医疗的纠纷 所以才想说 大家如果 你签的话 最好自己先签好 那其实为什么我们 这孩子会这么笃定 要签这个单子 其实是因为在签这个单子之前 那先打一招 其实我一天妈妈是进急诊室嘛 然后后面进到急诊室 应该就是急诊室就要签一些急救之类的 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 我也没有想到 我都觉得说 好 要打什么医疗证据打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就陪着妈妈跑边 结果没有想到她醒来的时候 她就发现 她怎么自己在急诊室 然后看看走着 然后看看点不定 然后就打了我一巴掌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惊讶 我说 为什么她打我 她说 我就跟你讲说 我不要急救 你为什么还要再打那个针 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说 原来妈妈她其实已经准备好了 她已经决定她要走 她不想要再做任何的治疗 那也是因为那样子的 我们后来才可以很确定说 我那一跑就是确定要签 就是可以去做任意 那我们分享到大家会觉得说 就是你们家人看得开吗 其实没有 我要从头开始讲 其实当我知道妈妈生病的时候 那医生跟我讲说 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里很煎熬 因为是甘来默契 医生说我已经没有任何药 可以来医治这个病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心里也很纠结 我看妈妈现在要好好的 怎么可能三个月后就亡生 所以我们决定去寻求自然疗法 所以那个时候呢 只要任何朋友推荐说 哪里有效的我一定要去试 因为我觉得妈妈一定会好起来 可是我内心有一点很忧郁说 会不会到底像西医讲的 真的只剩下三个月 所以我那时候一面都很鼓励妈妈说 你放心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们可以战胜这个病魔的 可是内心又很虚 又觉得说 哇 妈妈真的走了怎么办 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勇气跟妈妈讲说 医生说你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 我一直跟他讲说你会好你会好 我决定 因为我妈妈的个性是那一种 如果你跟他讲说 医生说你生命快结束了 他一定会很消极 所以我选择不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我决定要一直鼓励他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会跟我说 你这样子做的话你太自私了 他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知道自己剩下多少的时间 还有哪些事情想做 要赶快去做 他说你如果你没有跟他讲的话 他会遗憾 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很纠结 我觉得对我应该要试探的跟妈妈讲说 是不是我要做一下死亡的准备啊 因为死亡要去哪里啊这些 我发现说那个时候其实我会感觉很苦 因为我觉得该准备的事情 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跟妈妈讲 然后我一直一股脑来跟他讲说 你会好你会好 可是讲到最后我自己又觉得说 看妈妈的身体渐渐的虚弱了 我又开始紧张 所以我就发现那段时间好苦非常的苦 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安住在每一个当下 就算我去插画好了 我走到教室 我就坐下来喝一杯茶 喝完茶我就跟老师说 我不要回家了 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离开妈妈的旁边 然后去做其他的事情 甚至我连走路 我觉得那个心都是飘在天 飘在空中那样子 我连走路我都觉得很恐慌 我只要 只要妈妈离开我的视线 我都觉得很害怕 我害怕她随时离开 然后我该讲的事情没有讲 但是这些事情就一直卡在 卡在我们身上 那其实我简单补充一下 就是妈妈的个性 我妈妈的个性她非常的内向 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有人家陪 有人家陪她才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 可是偏偏死亡这件事情 只有一个人独自走 只能一个人去面对她 所以因为那时候是癌末 然后医生就说 其实妈妈很有可能随时会走 但是她有可能没有什么症状 可能就睡症然后就走了这样子 那那时候我们又很担心 哇那这样子会有遗憾 那你不知道说 就会我们就只能又不敢跟她谈 所以只能咆哮彻底啊 然后就跟她聊一聊啊 然后就说 譬如说有一天我妈就跟我来到说 我最配我你阿公呢 或你外公呢 因为我外公是我妈的偶像 她说你外公很厉害 什么都安排得非常好 然后除了事业很有成就以外 她连她的身后事也都准备了很好 那我就说机会来的赶快问她 我就说那你要不要也学阿公 要很有智慧 那你在活着的时候 你能对自己的身后事 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安排跟计划 她那时候我妈就忍一下 然后她说我朋友啊 你就全部都交给你们 看你们怎么做都可以 所以那时候我们才走到一个去 说好 这样子你大概知道了 她没有特别的想法说一定要怎么样 就还寻导或做什么这样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想说 如果外公要走的不知道 她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隐害 所以我也会问她说 因为我妈妈很喜欢画画 她画了十几年的画 但是因为她就是个性很内向 她连画都不会落魂 然后我们就说 那要不要我们再办个画 因为画画的人 怎么是画那么多画 也是会希望跟大家分享 可是她个性又不害羞 然后叫她说那我们帮你办画 就是这两三个月有空 我们就把一些画拿出来就没有 但是她有不要 她有不要 她就说要办大家一起办呢 我说奇怪 画是你的画又不是我画 为什么要一起办 所以其实我妈妈就是 她的画其实什么都要跟别人一起 然后要跟家人在一起 她就是不要一个人这样子 对 其实像谈到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还没有跟妈妈真正的敞开心胸 去谈生死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话我们都还是憋在心里 只是跟她讲说 你就是当初聊天说 你身后事长都怎么样啊 那我办个画展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还没有跟妈妈聊到 生死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在还没有敞开心胸 去谈这件事之前 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圆妈妈的梦想 还是想帮她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发现就是因为没有敞开心胸去讲 所以很多事情都很非常的苦 对 想讲了又不敢讲 比方我以前想跟妈妈讲说 我很感恩 你这一天自己会活 但是这句话在那个时候 我始终都还没有说出口 对 那其实我们后来的结论 其实不管说你是要补弊她存活 或是面对死亡的准备 其实不管有没有生病 都要先做好死亡的准备 因为我发现 当双方敞开心胸去聊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那个生活是很自在 我想问一下在场有没有是家人一起来的 有没有 家人 夫妻一起的 然后兄弟姐妹一起的 有吗 大家都自己 有 少数 很少数 来的话我恭喜你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先做好这个事情 做好准备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听完这个讲座之后 其实过去就可以开始讨论一下说 欸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但是呢 如果今天你是独自来的朋友呢 你回去不要马上去跟你的家人讨论这件事情 他一定会觉得你今天怎么了 对 然后当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也不要很严肃 要用很轻松面带微笑 然后跟你的家人来讨论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 为什么不先 事先先准备好 把该交代的事情先交代好 对 那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最近有一个长辈他生病 那我去看他的时候呢 其实我第一个观念是 不管有没有生病 不管会不会好 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 但是我去他面前的时候 我发现我开不了口 因为他在生病嘛 我会跟他讲说 欸 你要先做好死亡的准备 他一定会很生气 他一定会觉得你不来看我就算了 还跟我讲说要先做好死亡的准备 我发现我讲不出口 所以为什么我才跟大家讲说 不论有没有生病 我们自己都要先做好死亡的准备 我觉得这个是很很重要的 那我们那时候 因为没有真正常害行凶 所以一直在旁敲侧击 那我就记得 距离妈妈往生的前一年 我们去韩国 然后有遇到一位禅师 那那时候妈妈就问禅师说 如何全家人可以永远在一起 那禅师就说 你女儿现在不是跟你 不是在你旁边吗 她说不是 她说我的女儿很爱到处旅行 常常都不在我的身旁 我希望可以全家人永远在一起 那禅师就说 你觉得你可以再活多久 再活50年吗 妈妈摇头 她说你可以再活100年吗 妈妈也 后来我爸爸就是跟我聊了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也蛮好出色的名言 就是那一次我不晓得为什么 突然间跟我提说 因为我有跟他讲过 把古山有支撑去 他突然间跟我说 他想要去云日游 我就带着他和妈妈去那个总等山 云日游跟去看生命远去 那那一次我觉得很棒的是 就是我们我跟爸爸妈妈三个人就坐在生命远区聊起来 那我就跟他说圣言师父就在这里面集策这样 然后他们两个看着看着就说这里不错 对然后回家我爸爸就写了离嘱 就说他跟妈妈以后要在那里 我那时候是觉得说 那个时候把他当成是交友 可是却可以在那个地方把这件事情聊不了 是一个很棒的感觉 那我觉得人生就是很多东西无常 因为我们爸爸那时候那个手术很小 可是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就突然间 那个心脏出了点麻醉吧 然后就进家后病吧 虽然只有一天 可是爸爸在家里面当他是清醒的 然后就听到旁边的很多那种送来送去的声音 其实他自己 我觉得他有很大的恐惧 那我觉得是那时候 我也觉得自己有一些这样的学习 然后慢慢有这个机会去跟他谈 其实我那时候也鼓入很大的勇气 想说这个时候跟他聊这个 我那时候自己知道说我没办法用语言跟他谈 所以我后来就写了信给他 然后他一看 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 那但是我就听到三姐 对今天的分享很棒 是我可以藉由你们的经验 然后自己以后真的哪一天 不管是爸爸先走还是妈妈先走 然后我有机会陪伴他们 祝福他们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帮助 谢谢你们 谢谢 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生中有时候遇到的事情 他其实其实是一个住院 如果那天没有遇到那样的事情的话 或许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勇气跟爸妈谈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自命中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其实都是一种感恩的心 因为他其实是来帮助我们更成长 对我觉得很棒 刚刚他会有点举手 很棒的一场演讲 谢谢我 我是在小柔你的超过群组里面 我收到这个讯息早上的时候 才决定他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受益 那我想请问小柔是 你已经想到说你很小的时候被死亡 你就非常的害怕 尤其是跟自己的母亲的那种 那种诀别 那事实上也是 这个你跟母亲最后决定 也是你的提法 提起来好像 时针很快 你说三个月的时间 一直到后续的 你的整个移轨的完成 那我想要问小柔是 你这个后续的完成之后 你如何陪伴你心里面的 幼时的那个害怕 其实当那妈妈她補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那个害怕已经不见了 对 因为我发现 小时候很害怕很紧张的事情 那个时候她是一幕一幕的在发生 可是我感觉到 那个时候心里没有任何害怕 心里只有一心一意的 觉得我应该就是要念口号 用很平静的心 陪妈妈度过这一段 可是真正度过这一段之后 才发现原来小时候害怕的事情 是可以这么样的宁静 然后很安详的陪妈妈走过这一段 对 所以其实 在妈妈吐完气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好像没有像小时候 我所想像的害怕 对 而且当我记得妈妈 往生之后隔天我醒来 我就发现 好像所有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好像一切又变得跟原本 以我的生活是一样 一样用早餐 一样做该做的事情 这样子 谢谢 谢谢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一定会在生活中 会想起往生的人嘛 但我觉得我们家 我觉得有一次 我们家人就和我们四位 还有爸爸就坐着床 突然就聊到妈妈 然后突然一种感恩的心情就起来 然后那时候就说 这样好我们就开始念佛吧 念送一个经文就回向给妈妈 还有回向那些祖先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聊着聊着 突然就聊到妈妈 其实大家都很想念妈妈 那大家就想说好 我们就把这种想念的心情化作祝福 然后诵经一起回向给妈妈 那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很多人 亲人往生之后他会避谈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不要避谈 我们就风鸣正大的谈这件事情 原理我们在香港 我讲个小故事 我们三个姐妹先去香港 然后爸爸后来就要把会合 那他一到饭店 他心里放下就说 我把妈妈带来了 那我想说你把妈妈带来了 他说不会吧 你把他的遺像带来了吗 结果还好是他打到他的手机 他说我把妈妈的像带来了 然后我把他的护照带来 就说我一起带你来香港 他那时候就说 他要出国前就跟妈妈讲说 我现在带你来香港 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就很开心的出国 我觉得这也很好啊 对 我觉得生活当中 而且我们发现 我们在生活当中 很长很长的一起妈妈 虽然她已经离开了 就往生了 但是她几乎每天都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 有时候我们聊天 就会开始学妈妈的空气 这个时候妈妈反应是什么 或是我们去哪里玩 说哇 这景很漂亮 老妈看了一定很开心 哇 太理事要把他画起来 然后开始就一人去学妈妈的口气 那样子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 我觉得他都是一种很好的怀念 对 我觉得很棒 是一个很棒的连结 然后这个我们是不是 那我们还有可以有两张点 还有两个问题 点提问哦 我没有要问 刚进来我就问 隔壁这三个是姐妹 然后她爸爸进来 我说这个一定是爸爸的 我刚刚就说我都不晓得你们是 好 我就说这三个是姐妹 你问她 她怎么爸爸在那里 还是有一张念 到底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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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因为我母亲也是4月9号走 她是在睡眠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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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人是做大体捐赠 跟方式执救的 那刚刚你们 我听到你们对母亲的 刚好就是我对我母亲所做的 我们也没有应付 那原因是 因为我有4个得分 没有像你们说可以大家一起 双方认同 那我是唯一的女儿 所以 雖然申请的时候 我招一母母亲 那个放弃其救的是我写的 是我签的 当然这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纠等 那 其实像刚刚 其实现在我不是带什么母亲 起来的 我相信她是跟着菩萨主 但是是我心里有对她的同意 不过我在这边看到你们跟方法 我心里非常开心 我觉得今天听你们三个分享 我得到很大的祝福 谢谢你们 谢谢 是一个最好的疗愈 三位姐妹谈这个跟母亲的过程 三个月 然后陪伴母亲 然后小柔提到 就是她最深的恐惧 通过母亲离开 然后那一层一层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疗愈 那我们好像还有 小柔还有票吗 好 其实我觉得刚刚这个同学有分享的 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样 就是让这件事情圆满就好 因为其实我们刚好都是佛教徒 可是也有些家庭是 有的是基督教 有的是佛教徒 大家可能会想要用自己的信仰的方式 来送走这个往生者 那我觉得最圆满的方式就是 大家圆满就好 没有说坚持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 对 因为我觉得大家圆满 那大家心是很安定的 在处理这件事情 我觉得用什么方式其实都可以 只要他能够圆满那就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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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非常再次非常感谢 我们老师三姐妹 然后他们透过母亲 这个过程 我觉得不只是母亲 还有母亲背后 我觉得跟母亲背后的艺术的天分 也在她身上呈现 谢谢我们老师三姐妹 小慧小珍小柔 还有母亲爸爸 我们三姐妹有准备了一些花 每一人离开的时候 可以带着你去做 你最喜欢的花 可以请那个爸爸跟主持人 在你几人想拍照 好 好 好 还有主持人 来 今天很感谢大家 来 小禹姐 谢谢 谢谢